大家好 这里是武汉市青山区吉林街上的京东人和网点 在我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辆白色的小车 工作人员称为无人配送车 据了解呢 其实它就是一款无人配送机器人 在此次武汉新冠肺炎发生以来 这辆无人配送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里的负责人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辆无人配送车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 它这一块的话是 采用自动驾驶的模式进行一个配送 首先呢我们这一块先把我们要配送的订单 转到我们这个24个货箱里面 根据它的一个合理的尺寸 先转向 转向之后 然后我们在上面设定线路 添加这个运单号 运单号可以自动识别 它要顶靠的站点 这边就可以根据我们设好的目的站 去往它要去的目的站点 它这个线路是怎么设置的呢 线路的话根据我们目前 它这一块主要是服务于我们旁边的一个酒医院 因为它是我们新冠肺炎这一块感染的病毒的一个定点的治疗医院 它这一块的医院的话 目前的话外部车辆是不但进去的 所以说它这一块的配送 为了避免这种感染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种无人车的配送 基本上避免了这种一个接触 人与人的体验的一个接触 从而来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 好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这辆无人配送车 看看它是如何完成配送的 一路是来无人配送车来到了武汉市地九医院门口 接受配送的是医院工作人员杨先生 那么他是如何取件的呢 我们来问一下 有一个短信提醒 然后发一个码 如果说简单的方式 就直接用那个扫二维码也可以 进入APP 打开以后直接一扫就可以了 跟那个会计柜取件是一样的 它发短信说是要无人车送 很新奇的东西 因为现在能够收到货 我觉得很不容易 现在这个新的方式 这个无人车 科技感很强 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下无人接触这个方式非常好 就是说快递小哥也保护了 收货人也保护了 无人配送车在武汉第九医院送完货 根据设定的回程线路 它又将驶回站点等待新的配送任务 目前九医院的绝大多数的货都是用这个无人车来配送 然后目前我们根据目前九医院的一个货量吧 就是除了这种特大型的大体量的我们没法配送 然后其余所有人专进箱的我们都用这个无人车来配送 效率非常高 一天可以跑很多趟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